最近南方地区降水频繁 为了及时抢收油菜 乡亲们是人力农机齐上阵 在江西省鱼干县神部村的油菜田里 有人拿着镰刀割油菜 也有收割机穿梭作业 连日来鱼干当地晴雨不定 成熟的油菜被雨连后 就可能脱利或者没烂 由于部分农户存在人手不够的难题 当地有关部门调运来联合收割机 并发动志愿者帮着抢收油菜 我成长有一千多亩油菜 在雨之前 我又帮他们前途过温